Hello,各位澳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Ibi 欢迎观看本周的澳财聚焦节目 我会给您带来澳洲金融财经领域最值得关注的焦点讯息 欢迎订阅我们澳财网的频道,给我们点赞,留言和分享 那本周这期节目呢,想跟你聊一聊的就是全球供应链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去买车的价格是比之前贵了好多好多 而有些喜欢打游戏的人可能会去买这个PS5 但是市场上也是一种一级难求的状态 其实这些都是全球供应链短缺带来的问题 那在我们之前几期节目当中就已经其实多次提到过了 受到8月份新一轮疫情的影响呢 像中国、新加坡一些比较重要的集装箱港口 以及货运航班受到了限制 那么这就让已经存在问题的全球供应链之后是进一步的加剧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吃紧呢 简单来说呢,其实还是供需两端的问题 像发达国家它的经济复苏在疫情之后比较快 那么商品的需求也比较旺盛 但是全球市场它的供给端的能力其实是跟不上的 那其中呢,跟不上也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点呢,就是原材料价格的高涨 过去一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各国是史无前例的出台了 非常多的经济刺激计划 这也催生了针对大宗商品的一个巨大需求 其中呢,作为运输能源的上游产品 向原有价格的大涨也是推高了整体的一个运输成本 此外呢,像汽车行业 我们之前也经常谈到的这个芯片荒 也是导致了多家汽车制造商是被迫停产或者是减产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全球劳动力的短缺 我们来先看一下最新的这个就业数据啊 根据美国7月份的数据显示呢 市营企业新增雇佣人数是33万人 这个数字呢,其实比市场的预期是要少了50%多 其中呢,像产品生产部门的新增雇佣人数是仅仅只有1.2万人次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人招不着 那么绝大部分行业呢是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求职者 那么这也使得其实用工成本是进一步的上涨了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国际物流的紧张 由于担心像商品延误或是中断 很多生产商和消费者呢都是加大或提前了订单 这就导致物流拥堵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了 而跨洋的航线运费其实也是在近期创造了历史新高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像全球7月份啊,40英寸的集装箱的平均运下是比去年同期要高出了466% 这个数字其实已经非常夸张了 因为是将近5倍的这样一个价格 那么究竟上升问题还需要多久才能够解决呢 我们一一对应简单来说 像生产材料价格呢 其实短期之内我们波茅才分析团队认为人将是要维持高费 而劳动力危机如果想要完全解决 至少也是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至于我们最后提到的这个全球物流的复苏 或许呢也是需要等到疫情被完全的控制住 总体来说呢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 如果说是一环没有解决 那总的这个供应链问题仍然是要持续的 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想问 I mean你今天说了这么多的这种供应链相关的问题 那跟我们做投资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要知道这关系可大了去了 一方面呢持续性的这种供应压力 可能会反过头来制约需求 从而那是拖累各国经济的一个恢复速度 那在另外一方面呢 供应链问题可能会引发的这个通货膨胀问题 也会导致央行来加息提速引发股市的回调 那么在这种看起来啊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 到底有哪些行业可以成为投资的避风港呢 我们波茅才分析团队呢通过大数据的分析研究 为各位制作出了供应链研究报告 并且是删选出了四大可以投资的行业 大家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免费下载供应链研究报告的PDF版本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给您打来一定的帮助 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讨论 也欢迎关注澳才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视频内容呢会在公众号上同步的推送 如果您想要咨询更多澳洲投资方面的问题 也欢迎责码或者点击视频简介中的链接 向我们提问